我呆了一下,抬头看着秦大河,我不明白她所表达的意思,但她是一副胸肉成竹的样子。 我十分好奇,就问她,那你认为,这里会是什么地方? 秦大河微微一笑,坐了回来,想了一会儿,说, 我们之所以会调入思维的怪圈,是因为遇到了没办法理解的现象。 她停顿了一下,观察我们的反应,继续说,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我们遇到了违表科学观的现象。 我看着她,下意识地点点头,那些好像飞水般的思绪,正序人结, 但她们依然没有承认。请继续说下去,秦大河说, 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的确存在重力和视野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拔开固有的科学观, 然后再去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或者我们的思路就会豁然开朗。 哦?我要有兴趣地看着她。 继续说下去? 秦大河说, 首先虽然明确的是, 磨铁是某种智慧生命制造的, 而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 已经远远超过我们。 我点点头,替她将话讲完。 他们可能是外星人, 也可能是史前文明, 而这个灰白色的世界, 也都是他们制造。 你说过没错, 这个正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础。 秦大河说, 既然他们的科学水平远远超过我们, 这样, 在这个他们所创造的地方, 我们就可能见到一些 违背我们科学官的现象。 我看着秦大河, 突然间, 好像触摸了些什么, 但他又撩走了。 难道, 我们被欺骗了? 丁玲若有所思地说。 而事实上, 我们一直 等你源自曲线走走? 我急速看着丁玲, 就像我一时那, 那些 好像飞水般的思绪凝结了, 我毛室顿开, 丁玲的话提醒了我。 在制造魔体的智慧生命面前, 我们或者 就好像原始人, 而当我们 看到他们所制造的东西那时, 因为受到 固有的科学官的影响, 就会被 前所未明的现象 所困惑。 秦大河说得对, 如果我们 抛弃固有的科学官, 好像重力的方向 只向地深, 光线是直线传播的,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 走出思维怪圈。 我异常兴奋, 说, 我们的确 遇到了违背科学官的现象, 这个地方, 它有独立的重力系统, 所以, 当我们在曲面行走的时候, 没有跌下去, 同时, 光线发生了弯曲, 所以我们看到 曲面背后的东西, 这样一来, 重力和视野问题 也都不存在了, 而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感官被欺骗了, 我好处有点明白了, 王胜利摸摸后尾枕, 然后又傅腦地摇摇头, 摊去了双手, 但事实上, 我还是不明白, 秦帝河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站起身, 环顾了四周, 说, 此时此刻, 我们正转一个球体的球面上, 这个地方, 根本就没有镜, 我们所看到的是自己的本像, 在我们背部反射出来的光线, 发生弯曲, 并沿着球面前进, 最终, 要行球面一周之后, 进入我们的视网膜, 所以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后尾枕, 两千米, 这个是球面的周长, 所以, 我们无论向哪个方向看去, 我们和自己之间的距离 都是两千米, 同时, 这个球面, 它有独立的重力系统, 就好像我们在地球表面行走一样, 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 而不会脱离地表, 岑公说得对, 我们的感官被欺骗了, 将一个球面, 当成一个没有边陣的水平面, 黄胜利和来团长, 发出了一声惊呼, 叮铃侧面帝会议的微笑, 而我向秦带河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它属于那种罕见的人群, 它们有时也会被称为超人, 或者是能够拥破窗户子的人, 在很多情况下, 难题的答案都被一层薄薄的窗户子包裹住, 人围着问题打转, 却无法看到窗户子的存在, 而秦带河这类人却看到了, 他们伸出手指头, 不费吹灰之力, 将窗户子涌破, 等人家看到了答案。 我们都站起身, 围绕在秦带河身旁, 抬头仰望这个灰白色的世界, 在这一片单调佛味入边, 似乎吻有着世界最美的色彩。 秦带河这样他说, 生活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入边, 我们得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结论, 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可能见到 违背人类科学观的现象, 而我们正被这种固有的思想所迷惑, 我点点头, 心情久久没人法平静, 我感到十分的幸运, 能够见证这个神奇的地方, 它是智慧生命所创造的奇迹, 然而激动之后我却发现, 现实是陈浩的, 黄胜利第一个低下了头, 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离开这里? 这个问题十分的严重, 而且无法违避, 这个灰白色的世界的确被人兴奋, 但它却将我们困住了, 如果无法离开, 我们必死无疑。 来团长对那个袭击我们的人, 耿耿于怀, 他认为我们是被那个人引到这里, 他的目的就是困死我们, 但奇怪的是, 那个人去了哪里呢? 想进入这个被人摸不到头脑的环境之后, 因为最初的恐慌, 以及现在的兴奋, 我甚至已经将那个人忘记了, 现在这个问题被提出来, 我就感到十分困惑, 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他呢? 难道是躲迷起来? 我们拿起望眼镜, 找了很长的时间, 但地平线除了我们, 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又挖了个洞, 捐了进去? 或者是飞到天上去了? 黄胜利扔着脚, 又抬头看一看, 奇怪了, 罗团长走起眉毛, 难道他已经离开了这里? 我们讨论了一下, 最后认为, 这个人应该已经离开了,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得通, 他用自己做有利, 将我们引到来这里, 但他是怎么离开这里的呢? 他将我们引到来这里, 然后又快速地离开, 只有一个解释, 他十分了解这里。 秦帝河认为, 他就是那个寄匿名信的人, 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 得到那份绝密案卷, 但他只是寄出一部分, 保留了, 详细记录了, 当时课好任务细节的内容, 所以他轻言易举地离开这里。 意料之中的是, 罗团长有张谋头指向了顾清雲, 他认为顾清雲, 混入了我们的呼口队伍, 是意图破坏呼口活动, 我则想起了那个在盘地里面遇到的女人, 因为他的出现, 我得出了一个, 无法令人理解的结论。 在这个盘地里面, 除了我们之外, 还存在着第三方的人, 而那个袭击我们的人, 很可能就是属于他们。 我考虑了一下, 并没有将这种想法说出来, 担心会将事情复杂化。 于是, 我转移了话题, 既然那个人能够出去, 这个地方就一定有出口, 只是我们还没发现。 因为看到的希望, 所有人都很兴奋, 不再去关心那个人的身份, 但我很快就发现, 这种希望, 似乎是一种招动, 有人已经离开了, 而我们, 他被活活地困在这里。 秦大河说, 想要离开这里, 就必须搞清楚,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 制造这个地方的。 我十分惊讶, 盯着秦大河, 不知道他是否在那里讲笑, 我认为他的想法, 过于异上天开了。 虽然, 在形式上, 我们已经能够, 描述这个神奇的地方, 但却, 根本无人法, 动释前内在的原理, 制造摩铁的智慧生命, 他们的科技水平, 究竟达到了哪个程度, 是我们的人生经验, 和知识的储备, 无法想象的。 我认为秦大河的想法, 非常可笑, 就好像, 一个小孩子, 想要狗明白, 飞机, 为什么可以飞上天, 基本不可能, 但还未, 当我提出质疑, 秦帝河就讲出了答案, 我认为, 他们是通过一个, 强大的电磁场, 制造这个地方, 电磁场? 有两个理由, 秦帝河说, 第一, 无线电通讯设备失灵, 说明, 整个盘地, 笼葬在一个, 强大的电磁场里边, 第二, 初步陷探渺明, 以摩铁为中心, 向外发散, 一直到盘地的边缘, 气温呈现出一种, 线性下降的趋势, 而我认为, 这种气温异常现象, 亦都是由这个电磁场所造成, 而我们现在正存在这个电磁场的中心位置, 在讲话的期间, 秦帝河一直用目光掃视我们, 似乎对这个十分的谨慎, 我考虑这一下, 摇摇头, 秦帝河的论居显得十分的单薄, 在很大的程度上, 只能说是一种猜测, 而且, 如果他的推论是正确的, 就会带来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还在摩铁里面? 我问, 也就是说, 这个具体的空间也在摩铁里面? 但是, 但是摩铁, 怎么能够装得下去呢? 秦帝河打断了我, 我说, 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 它无疑是一个谋论, 而且, 我也都无法解释, 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个地方存在在摩铁里面, 而它是通过一个强大的电磁场所产生, 我看着秦帝河, 还是觉得, 这个解释是一些牵强, 秦帝河就笑了, 说, 我们要找到一个思考方向, 那把是错误, 也都被胆死好, 我也都笑了, 那才点点头, 他这句话说得十分在理,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不可以在意待毙, 继续讲下去, 我说, 秦帝河收拢了笑容, 说, 我们知道, 磁场都存在两个磁极, 而我认为, 我们进入这个地方的入口, 就是其中一个磁极, 我眼前突然一亮, 问, 这样, 另外一个磁极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 秦帝河说话有些大喘气, 但是我知道, 另外一个磁极, 是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唯一出口, 为什么? 我们耳口同声地问, 这个是常识, 秦帝河说, 磁力线是有方向性的, 在一个磁极, 流向另一个磁极, 就好像我们被吸入离一样, 而且这个电磁极的磁力十分的强大, 入口和出口都是单向, 他们只允许, 物质顺着磁力线的方向通过, 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入口进入, 在出口离开。 我仔细地听着, 不停地点头, 我渐渐地感觉到, 秦帝河的思路是可以接受的, 他没有乱猜, 只是用没充分的理由, 去填补一些缺失的推论环节。 我们所要做的, 就要找到出口? 我问, 秦帝河点点头, 老车斯微笑, 好了, 别再讨论了, 王胜利站起来, 你还傻坐着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去找出口, 聊在这个鬼地方。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秦帝河苦笑之下, 抬头看着王胜利,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我们进入这个地方之后, 都再都没有见到入口, 更不要说坏出口? 这个, 王胜利摸着后尾枕, 坐下来, 因为两个磁极, 向他不停地变回卖子? 我突然间连光炸焰, 既然磁场存在两个磁极, 而我们又找不到他们,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在那里移动, 而且, 这两个磁极, 改变位置的速度很快, 快到我们, 没办法捕捉的地步。 你说得对, 秦帝河赞刀, 两个磁极一定是移动, 而且他们的移动速度很快, 不过, 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他们, 很可能, 总存在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不知道磁极, 究竟什么样, 他们很可能很小, 小到被人难以发现, 他为什么会这么小的? 王星理问, 秦帝河赞, 我认为在这个球面上, 除了光线之外, 所有的物质, 都发生出同曲率弯曲变形, 也都包括我们, 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到, 正认了那句话, 阿息卢身真面目, 只言身在此山中。 发生了弯曲变形? 王星理的声音有点走调, 如果我们已经被扭成了麻花, 那为什么还这么伤痒痒? 秦帝河怂怂肩膊头, 说, 我不知道, 但我们的确还活着。 王星理又要开口, 我一把拦住他, 命令他收口, 我只想听到秦帝河 尽快要把说的东西说完, 不想中途被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打断。 这个难度有点高哦, 我说, 在这么大的空间里, 想要找一个快速移动的极小目标, 模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既找不到入口, 也都找不到出口, 而很可能的是, 入口和出口曾经多处以外地擦肩而过, 只是我们没看到他们。 但是, 那个仆价是怎么出口的? 罗团长说, 那只人, 进来之后很快就出去了。 我认为他知道出口的特征, 所以能够很快离开这里。 秦帝河说, 哦, 我有一点不相信, 那出口的特征是什么? 秦帝河摇摇头, 说他都不知道。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远了下来, 就好像一个截了气的皮球。 我不知道你秦帝河的猜想是不是正确, 而且他的猜想并没有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离开这里。 我将希望寄抬在一个不一定正确的前提上, 被人感到无助。 或者, 我们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秦帝河站起来, 出口的特征是什么呢? 你不停地问这个问题, 独自一个人来回地走着, 双拳紧握, 身体前傾, 好像一只困兽。 看来, 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罗全长也站起来, 从现在开始, 食物和水集中管理, 并定量供应。 我们抬头看见罗团长, 他已经是心力交税。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罗团长整个人用空壳的位置, 突然间垃圾进去, 他的身体, 就好像被什么快速地擠押住。 几秒钟的时间内, 驱缸就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头部和四肢, 诡异地燃在空中。 而在半秒之后, 罗团长消失了。 罗团长消失了。 我什么地方? 酷宝